公正党党选委员会今天在第13届公正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党选成绩 并由卸任的公正党主席旺阿兹沙亲自颁布党主席委任状给丈夫安华 正式移交职权 也意味着公正党正式进入安华配阿兹米时代 历经三个月的党选诸多纷扰 尤其公正党首次采用的电子投票程序状况连连 甚至发生选票在云端中遗失等问题 安华总马上任公正党主席后 放话自己将会是一名强势的党魁 强调自己不会偏向任何一个阵营 只会根据事实采取行动 并放话说将对党选的舞弊及贪污行为追查到底 安华总馬上承认 如果怕公认人和觉得 强势的党 cards ,公司权并不断来兠任何贪落 的 并不几乎 更多数据是 就是要硬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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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公正党这次的党选除了安华不战而胜上任党主席 备受关注的熟理之战竞争激烈 最终由经济事务部长阿兹敏顺利蝉联 不过党选委员会主席拉西丁没有公布涉选者的票数 仅宣布最终重选进入公正党最高理事会的名单 因此阿兹敏与拉斐兹的最终票数差距多少 是不是拉斐兹所声称的阿兹敏已不足1%的多数票胜出 则不得而知 综管这次党选成绩 阿兹敏阵营可说是大获全胜 4名副主席除了努鲁一杀 另外3名当选的都是属于阿兹敏阵营 20名票选的最高理事中也有15人亲阿兹敏 当选的妇女组公亲团团长及署理也都来自他的阵营 虽然努鲁一杀依然以最高票当选副主席 但这一次亲阿兹敏派系全面获胜 让公正党是安华家族企业的戏称似乎起了变数 公正党告别街头斗争的望阿兹敏时代 改超换代以后 如今棒子再次回到安华手上 不过也有人认为蓝眼开始走入阿兹敏时代 随着亲阿兹敏派系全面获胜 对于不战而胜的党主席安华又象征着什么呢 任相之路会否生变 而在安华领导下的公正党又会如何 让我们一起期待